那在董大姐這兒到底發生了啥呢 董大姐說啊 雖然跟馬大哥不熟 但他瞭解馬大哥跟他哥哥的情況 總賭博還總耍錢 這點啊 他有點接受不了 那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有什麼樣子炸弄失輪的 不知道 你總要啟動去玩是不是 對 別人一玩吧 咱手一次呢 就想一眼摸來嚇我 這種事 真的 你看我經常有時候我笑個胳膊 我喝那鼻子那瞎子還玩呢 在外的還玩呢 就這個愛好我現在能活幾年 這哪是愛好嗎 這是賭博呢 不是啊 你要是不耍錢的還行 你說自己來這麼晚說那個 那個為了開心啊 一家人打打麻將啊 然後那個跑個紅石啥的 不動錢的這些都沒可能 那不動錢的不行啊 不動錢的心情不一樣啊 那咋不一樣啊你心情啊 那不行 我有時候跟我姐 我搁頭炸弄失 有時候我們一把一套都在這兒 就不動錢的沒有挑戰性 對啊 就沒有意思這樣 對啊 我跟我姐我搁頭玩 我姐我來玩了我們炸食 一馬十一馬 這件事呢 有時候跟我姐氣 我覺得十兩錢錢了 這件事 這錢就算沒算過 一年之前就算沒算過 那沒算過 我沒細算 但是啥呢 總是 我從小子 一個月就從小還不來勁了 還不過來勁 對 你看 還玩 一個月的還不來勁還玩 最主要的啊大哥就是 踏踏實實安安心心 找個人好好過日 對 那些什麼 什麼那個賭啊耍啊那些 你就別的了 是是是 從年輕時候就吃這個魁 到現在這麼大歲了 還吃這個魁 是 沒想到啊這馬大哥 還真如董大姐說的那樣 會時不時地賭博去 不過馬大哥也想通了 自己年輕時 就因為賭博耍錢離了婚 到老了自己也不能再玩了 而此時董大姐又說出了一個 最重要的 不能跟馬大哥在一起的原因 這句心裡話 他哥想過我 他說 他哥想過我 他說 他哥想過我 他說 他哥還追求他 他哥也想過我 他哥說這馬呀 我也想過他了 因為他哥在那 我在那院裡 不是說這個媽的 他在那啥 他說想過他 我就說想過你沒有用 他不可能跟你 你想不想 完了他說沒意思 我弟弟有錢 我說你弟弟有錢 他弟弟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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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弟弟管他 我說跟他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方跟你錢 誰跟誰過日 跟錢過 你成年 我說假如你還過到一起 是假如我跟他了 你沒有錢去找你 他弟弟要啊 你要不出 最重要的話 我不可能跟 紅娘是說啥都沒想到 這馬大哥的哥哥 還曾經追求過董大姐 董大姐說啊 就因為這一點 他也不能跟馬大哥在一起 那董大姐這邊是這樣的想法 那一直沒發表 對董大姐看法的馬大哥 最終又是啥態度呢 找到那邊看那邊 不認識 原來我哥哥那邊 我另外喝的啥 也影響不好 他們這一次我都認識 你認識這大姐啊 對 這不認識啊 別人不都認識嘛 你這不認識那邊好多人嗎 就在一起挺好的嘛 認識認識 這找這也是過熱的 那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 是不是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啥啊 不行